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关死亡病率是将近6万例 那么这个数字显然和中国疾控中心在8号以前公布的所有的数字对不上 8号以前不仅是新十条公布之后 甚至包括2020年以来这个总的数字都对不上 这是一个自证 自证他们这个中国的卫健委系统 急共中心一直是一个撒谎 一直是一个撒谎机构 而且这个谎呢 这个谎言撒的可能就全世界都没法让人相信 即使安达达最苛刻的标准 也是没有办法成立的一个数据 那么在这个推特上 我看到有两条 就是对于中国卫健委 这个焦雅辉司长在1月14日这个新发布会上 以及1月15日急共中心公布的这个数据 近5万的死亡 近6万的死亡 急共中心说的是什么呢 说它是包含了基础症以及新冠核病 新冠疫情这个感染核病 但是因为新冠加重了病情的死亡 它是做了区分的 但是即使这个6万数字呢 也是不被人们取信的 在推特上我们看到方舟子先生 这个打假人士 他说呢 中国总共有医院三千 三万五千五百一十九家 这还不包括基层医疗机构 那么卫健委啊 说呢 这一个月来 中国医疗机构总共是六万个 新冠相关病毒死亡 号称根据的是国际认定新冠死亡的标准 那么 平均每家医院 每个月死亡不到两人 然后就导致医院的太平间 堆满尸体 然后世卫组织就信了中国的数据 这里头我要澄清一点 世卫组织没有表示他信了中国的数据 但是呢 同时呢 萧雅辉他说是跟 是与国际 国际的通用的 各国的通用的标准 基本一致 基本一致呢 就是说还是有不一致的地方 还是有不一致的地方 那么多国呢 都是只要是这个生前 有感染阳性的 就认为你是新冠死亡 而中国呢 从卫健委的说法呢 是加重了才算 那你要把这个新冠看作病因 才能够算数 才能够算数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有网友就说 全国2100个市线 总计1800家殡仪馆 放开30天 与新冠病毒相关死亡人数 近6万 平均每天每个殡仪馆分到一句 多一点 我也是吃饱了 求了半夜 三更还在帮卫健委算 糊涂账 这个看样这个截图 应该是来自于国内 这个卫健委通报的 12月8日至今年1月12日 新冠死亡病例数 这是一个评论 那么这个殡仪馆 每个殡仪馆新增一句 那么怎么会造成一个长车呢 长车队呢 所以这个是细思极恐 细思极恐 那么在这几天呢 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新闻 那么首先呢 是在这个中新网 在今天1月16号 发布了一个什么新闻呢 说全国31个省份 2023年GDP目标公布了 多地表态呢 力争要有好结果 那么各地表达出来 都是要拼经济啊 搞建设 我们知道这个四川的王小辉 在二十大之前啊 已经表明了啊 要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要拼经济啊 第一任务是拼经济啊 这个王小辉作为省委书记 有这个表态啊 造成什么呢 我觉得造成他二十大啊 没办法更上一层楼啊 同时呢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 河北的省委书记啊 都是跟着国务院的节奏 跟得太紧了啊 所以啊 应该是二十大之后 都是生前无望的 那么 这个中新网啊 说什么呢 说除京津啊 北京天津两地外 其他区域地区呢 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啊 都不低于5% 半数以上呢 超过5.5啊 超过5.5 这里有一个详细的列表啊 中新网的一个列表啊 能看出来海南是最高的啊 9.5 而且他也有原因 因为去年就不低啊 去年就不低 那么 海南是高多少呢 9.5 西藏是8啊 江西新疆是7啊 安徽宁夏 湖北湖南是6.5啊 这都不是最发达的省份啊 那么最发达的省份呢 广东山东浙江 是5%啊 江苏是5%啊 北京上海 北京是4.5 上海是4%啊 那么海南的这个9.5% 离去在哪呢 他去年他就是9%啊 就是排名第一啊 今年在9%的基础上呢 再增长 0.5啊 0.5个百分点 那主要是因为自由贸易港 海南的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这个红利啊 让海南的这个经济啊 有有这个比较大的增幅 那么2020年 2022年就去年全年呢 货物进出口总额突破啊 突破2000亿 是增长35%啊 这个是和全国的这个总增长数啊 那是三倍啊 三倍以上啊 服务贸易呢增长20% 实际利用外资呢增长15% 所以海南啊 有资格啊 当这个第一啊 这个GDP的增长率第一 那么前四大经济省呢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啊 都是定为5啊 定为5啊 广东山东浙江是5以上啊 江苏是5左右啊 不排除低于5啊 那么在在去年呢啊 去年广东的预计全全年GDP增长是2%啊 那么我们知道全年啊 这个全国是5.5%的这个预定啊 当然到后来也就知道搞完不成了啊 那么广东是2%呢 达到多少12.8万亿啊 连续34年的全国第一啊 这是12.8万8万亿的GDP总值 那么江苏紧随其扣啊 去年可能已经突破12万亿 所以江苏这个后劲啊 看样子搞不起哪天就超过广东了啊 超过广东了 山东呢 去年增幅4%是8.7万亿 浙江呢 增幅在3%啊 这是关于明年的GDP的啊 今年啊 2023年GDP增长的一个规划 就各地啊 基本上啊 把疫情都甩在一边了啊 不管了 阴阳尽阳 因此尽死啊 这些事情 让国务院卫健委去处理去啊 那么各地的 呃 这个 党政啊 都把精力放在了搞经济上 另外一个呢 是华尔街日报啊 报道啊 说最后两家中国国企 将从纽交所退市 这两家呢 是东方航空和南方航空啊 他们申请呢 表示将申请 存管的 存托的这个股票 从美纽交所退市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中国全部的国有企业 将退出啊 这个美国的股市 那么理由呢 也是相仿啊 理由相仿 一个是股票交易量有限 一个是维持上市成本 不值当啊 这个和之前退市的那些 国有企业 基本所持的理由是一样啊 所持的理由是一样 那些国有企业什么呢 中石化 中石油 中国人寿 中国铝业 上海石油化工啊 这是在去年的8月12日啊 那么这两家航空公司呢 从97年啊 一直就在美国交易的这个航空公司呢 最后一个交易日是在2月2日 当日或者之后 那么之前呢 中国移动啊 电讯啊 联通啊 好像是被川普政府给逼退的 印象有这么一个印象 那么现在呢 可以说 加上这个两个航空公司 两个南航和东航的这个预报呢 中国的全部国企啊 将会退出美国股市 这是一个标准的战略性的一个做法啊 战略性做法什么呢 一旦台海有事 一旦中美有事 一旦中国面临着俄罗斯那样 被全球被西方制裁的危险啊 可能退出Swift系统 可能国外的资产被冻结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先把国资全部撤走啊 这是因势利岛一个事儿 另外我们看到呢 多地啊 都在选出来这个所谓的世人大主任啊 我们刚才讲到河北的宁岳峰啊 这是在二十大前紧跟国务院系统的啊 那么宁岳峰啊 继续啊 当选人大主任啊 伤千无望啊 同时呢 四川的王小辉啊 也是如此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看到王宁云南啊 这个就是拍习近平马戏拍的比较狠的一个省长啊 省委书记啊 继续啊 当选这个云大 云南人大常委会 看样子也是啊 无望生迁啊 这三位王小辉 宁岳峰 王宁啊 这个二十大时候啊 一个举动 其次呢 我们看到啊 国务院有一个发布呢 让这个郑雁雄啊 担任香港中联办的主任 香港特区国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这样就变成一个什么概念呢 双井治港的概念啊 一个李家超啊 谁是警察头子啊 这个郑雁雄呢啊 因为啊 之前啊 他担任这个什么呢 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啊 是这么一个角色啊 所以把他也叫做警察 也是一个安保的一个任务啊 现在他又升任什么呢 中联办主任啊 中联办主任啊 那么骆惠宁的这个中联办主任 就免去了啊 现在是郑雁雄 郑雁雄这个人呢 他看他的历史呢 还是比较有意思 比较有喜感的 一位这个中共的官员啊 那么他是什么呢 他是广州中医学院 学中医的啊 中医的医学学士 那么担任过 善委的市长市委书记 那么担任市委书记期间呢 曾经啊 参与过乌坎村事件的这个处理啊 之后呢 又担任广东省委秘书长啊 担任这个驻港国安公署 那么现在呢 他是被最新的任命为啊 这个香港工委书记 中联办主任啊 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啊 这个呢 这个是骆惠宁之后的第二任啊 这个是个香港太上皇的角色啊 我们看到有人干嘛叫阿爷 他是阿爷的一个啊代表人物 驻港的代表人物 那么这位正 这位正彦雄呢 他1986年的时候呢 他是担任广东中医医学院啊 这个团委副书记 那么到1990年啊 升任团委书记 以及这个党委学工部的副部长啊 这主持学生工作 所以他是经历了什么 1989年学运的啊 经历他是经历了这么一个阶段的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他在这个2011年12月19日啊 他在这个陆丰市召开的这个 陆丰东海乌坎干部群众代表会 见面会上的有一个长篇讲话 那么这个讲话的反映出来 他面对的这个群体性事件啊 他的八九年的啊 这个经历带给他的一些影响 当然也有他的这个本人的特色 也有可能广东干部的特色啊 就是在这个语言中间呢 会经常有一些北方的色彩啊 北方的这种话语的色彩啊 那么比较有意思的 因为这这篇讲话呢 在网上传的比较广啊 当时在整个国内的网络啊 媒体上呢 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啊 中间呢 他讲了很多啊大实话啊 但是呢 当然也是站在中共啊 政府的立场上啊 中间讲了一句什么呢 啊 他说以为你以为请武警不用钱呢 啊 说是这个等等啊 这样的一些话语 那么按照这个清华大学的 孙立平教授的说法呢 说他的讲话呢 是被误解的啊 因为呢 他表表明了官方是愿意从民众的角度 他说如果我是村民我会怎么想等等啊 他愿意从村民角度来理解事件的逻辑的啊 所以郑雁雄为什么派驻香港 可能在乌坎事件中 他的这个处理呢 可能是被啊 广东官方或者说北京认可的 所以他步步升官 那么当时呢 他在这个长篇讲话中间呢 有一些语言呢 啊 非常有意思啊 有一些语言是直接骂大街 但是骂的呢 却是非常比较烂 他说什么呢 境外媒体信得过 母猪都会上述啊 说像这样负责任的政府 你不指望指望国外几个烂媒体 烂报纸烂网站 好坏都颠倒了 这带着一种啊 一种父母观的这种角度啊 同时他还说什么呢 说不对话怎么办呢 找点事呗 他就说那些代表们啊 找几个记者来吵一吵 外面说的你老郑越难听越高兴 你麻烦了 到时候你的上级一级把你给撤了 把我撤了有什么好处啊 再派个世卫书记来 也不见得比郑雁雄好多少 这话啊 就是个大白话啊 那么表达了这个郑雁雄啊 这个本人呢 很接地气的一面啊 他说当然这个话是玩笑话 当然这个话在党内是不正确的 说他说但是也有一定道理 你村民闹的不就是要这个 要实际利益呢 为何苦不对话呢 何必搞一些过激行为 去吵请外人打兄弟 没必要 他意思呢 就是说不要让国外的网站啊 这个国外的境外势力介入啊 兄弟之间好话好说啊 那么他说我们 善伟地区老家都是一个传统 两兄弟打架啊 分家打得不不可开交 外人说打得好往死里打 两兄弟合起来把那外人揍一顿啊 他用这个东西来意思说 国境之外是外人啊 我们呢是自家的人啊 自家人呢要内外有别啊 另外他说说到有一段号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就表达了在胡温时期啊 江泽民时期啊 那么中国治理啊 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现实啊 一个信息 他说你不要再闹啊 不要再违法 让政府觉得靠谱啊 这个 这个不是广东话 这个就啊 中央政府那边的话啊 估计啊 不会再乱来 那我连武警都不用请 你以为请武警不用开销啊 好几百个武警警察住在这里 我们邱市长的钱包一天天撇下去 他就讲请武警要花钱啊 请武警要花钱 同时呢 他讲什么呢 我们共产党人 人民警察 不存在大规模跟村民 冲突的必要性 当然这个很虚假 但是他要标榜嘛 说都是自己的村民 都是自己的子民 他一说到这儿的话 话说漏了 因为你共产党人 怎么能把村民当子民呢 他马上就开始 把这话回还 你不是父母官吗 让大家发泄一下 让人家发发脾气 过后你再教育他吗 这样是延续啊 我是从父母官这话来的 那么紧接着他说什么呢 不是公仆吗 公仆让主任发发脾气 怎么了 这就是回到正宗的 官方的叙事上来了 你不是人民勤务员吗 那首长不高兴了 赶紧给认认错吧 哄哄首长吧 把人民当首长 把村民当首长 这就是郑彦雄当时啊 这个又想拉近距离 但是呢 一拉近距离 就会违反党的政策 违反党的宣传政策 所以这也是为难 一个为难事 所以把他派到香港去 也是让他处理这个为难事 他还说什么呢 说现在中央的政策 一天一年比一年好 一年比一年 立民为民会民 现在只有一批人 感觉一年比一年艰苦 谁呢 当干部的 包括我 以前的市委书记 哪有那么累的 什么事都得管 权力一天比一天小 手段一天比一天少 责任一天比一天大 然后呢 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 一天比一天聪明 一天比一天难管 国家这样的政策 一天比一天对老百姓好 但对现在的干部可就艰苦 所以这就说明胡温时代 这个民情汹涌 同时呢 也有温家宝总理 鼓吹宪政 这么一个舆论气氛 所以他所谓的 指望这个国外的烂媒体 就是接着这话 意思说我们这个政府多好 对老百姓多好 你不要指外面了 有事找政府不要请外人说短长 他说我给大家念几句话 这几句话呢 就是个大游士啊 完全不押韵 什么死者污温案 不拿尸体做文章 村民也不容易该体量戏 莫酸账啊 这是给前面给闹事的村民的 后面给政府的诉求全面回应 为民牟利不彷徨 对话才能下台 不坑不哈 怎收场 这都是对政府说的 对民间说的对抗不力解决 无理取闹要法办 这对民间说的 有事还望政府 不请外人说短长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郑彦雄 郑彦雄呢 他这个在 16号呢 他也在港府呢 中联办办公楼前会见媒体 他说呢 这一次到中联办任职 是正常的 心脑交替 正常的工作安排 这话呢 听着就有点不对味 这叫此地无银 相反可能倒让人想 这个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他说呢 这是中央根据实际需要做出的决定 他说他对香港有感情 一个是在广东 看到香港的发展近距离感受 第二个呢 7月 2020年7月以后呢 在香港工作两年多 对香港的了解情感啊 也在加深啊 那么他相信香港在特首李家超的带领下 特区政府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一定会在游至即兴的新阶段 不断巩固治的良好局面 治理的治啊 不断激发兴啊 兴旺的发展动能啊 真是关于这个郑彦雄啊 那我们现在看到国际上的一个新闻 国际上这几天啊 或者说上周以来啊 最大的新闻呢 我认为还是日本的总理岸田文雄啊 他是工业七国啊 今年的轮值总理啊 轮值的主席啊 那么他走访了六个国家 除了德国没去啊 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 美国啊 包括他自己啊 走访了五个国家啊 走访了五个国家 那么根据这个美国之音的报道呢 以及一些相关的报道 对他的这一行的评论 我们知道他在意大利有什么呢 在意大利有这个军机合作 滴溜带战机的英 日的合作问题 到到英国呢 他和苏纳克首相签署了 互惠军队的准入啊 这么一个协定 这个被英国政府称为 1902年以来日美之间最重要的军事协定 实际上比1902年那个军事协定 要紧密度要高得多啊 这样就造成一个 中这个澳大利亚 美国和英国都可以在日本驻军啊 这么一个态势 因为首先他和澳大利亚签署了 这个互惠准入条约啊 就是日本实际上没有派兵到澳大利亚 到英国这个需求 但是一个对等式的条约 是让澳洲和英国的军队 可以进美国 同时我们看到报道呢 日本一直邀请呢 英国进入这个什么呢 进入四方机制 就英就是这个 印太框架啊 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美国 日本是邀请英国进入 同时英国呢 也希望日本进入五眼同盟 如果说日本进入五眼同盟 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因为五眼同盟都是英语国家 这是一个亚洲国家 而且是这个啊 亚裔啊 亚裔啊 是不说英语的啊 这个非白种人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将是一个非常大的 说明什么 地缘政治 高于文化啊 高于这个种族啊 表达了这么一个情况 就像这个一战以前日俄战争啊 日俄战争 那英国就给站在日本的一面啊 就不提供 不提供给这个俄国啊 波罗的海舰队的这个供给 沿岸的港口都不给他提供啊 逼的这个最后等于是俄罗斯是全军 海军是全军覆没 也造成了俄罗斯的这个崩溃啊 所以英日同盟上一次英日同盟 给世界格局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那么有评论呢 说全世界对日本军力最为警惕的 一直是美国啊 但是现在呢 美国允许啊 默许日本可以将飞弹射程改到1000公里 也就是说可以达到中国的沿岸城市 那么在奥巴马时期呢 还不同意卖给日本战俘导弹 因为这个战俘导弹呢 是要射程达到1600公里 那么现在呢 日本的新版的安保条约啊 叫做三文书啊 一个叫国家安保战略 不是安保条约啊 就国家安保战略 国家安全战略 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这三个文件啊 在去年年底的这三个文件呢 都是 都是表明了啊 岸田这个政府啊 要明确 自卫队有这个反击能力啊 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中远程导弹 高速滑翔弹 超音速导弹等等啊 要备战避战呢 要增加自卫队有这个防卫能力啊 同时呢 还有这个部署啊 在这个日本南部 过去的日本军力都在北部 北海道啊 防这个朝鲜 防俄罗斯 现在呢 要南部啊 接近台湾啊 只要防台海有势 那么现在的日本的整体军力 已经是全球第五 那么在 他把GDP要调整 把这个军事开支要调整了GDP2%之后呢 啊 这个 他的开支啊 将成为全世界第三啊 全世界仅次于中美啊 仅次于中美啊 美中 仅次于美中啊 那么这个美日首脑的峰会啊 拜登和岸田的见面呢 也是对日本防卫政策的改变的一个背书啊 一个重大的背书 那么岸田在日本呢 在美国呢 就说日美目前面临着近期历史上最具挑战和最复杂的安全环境 那么他和这个拜登的双方的美日联合声明呢 就说美日将共同调整军力部署 应对网络和太空领域的威胁 就是美国啊 将保护日本的卫星啊 不被啊 中国和俄罗斯攻击啊 这个视为对他的其他啊 其他的这个地方的攻击啊 他是一致的 那么双方声明呢 说中国的作为是挑战 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 这个和朝鲜的挑战是并列的啊 那么岸田上任呢 只有一年三个月和拜登的这个面对面的这个会谈呢 啊 已经有了六次 那么加上这一次呢 就七次啊 七次会谈啊 除除之外呢 还有视讯啊 这是非常紧密的一个交流啊 非常紧密的一个交流 那么 那么这一次呢 可以说美国得到了啊 就是全面的对日本的这个反制能力啊 造成反制能力的这个背书啊 那么因为什么呢 美国在2011到2020之间的军事费用削减了10% 加上俄乌战争的影响 那么他在印太地区要增加军力预算啊 就是捉肩见肘 这个时候的需要日本来啊 参与更多 这个也是日美国啊 因为要两线啊 一个要在欧洲加强对俄军的这个 领备啊 在在这个 东欧大概已经有10万美军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要加强印太地区啊 就是在很大程度上 需要这些盟友来支撑 需要这些盟友来支撑 日本啊 澳洲啊 但是澳洲的实力确实有点小 英国澳洲啊 他都是一个 这个军力呢 和日本来讲 还是远远不够 还远远不够啊 尤其是日本这个 科技大国 这种工业大国 他的军事的潜力啊 一直没有得以释放 那好 我们再看一看啊 今天这个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啊 他有一些什么问题啊 一个是彭博社记者 彭博社记者就说了 上周末啊 中国公布了近期疫情死亡人数之后呢 世卫组织表示呢 仍希望中方分享更多疫情的详细信息 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啊 我们上期节目也说到 汪文斌呢 就隶属了啊 这个中国和世卫组的合作很友好 一直支持世卫组织 他希望呢 各方秉持科学客观立场 尊重支持中方防空工作 这也就是什么呢 敲打世卫组织 敲打世卫组织 你要客观啊 科学 要尊重我们啊 要尊重我们啊 似乎他感觉到一种不尊重啊 确确实实 人家说他啊 这个数据不真实 这话说起来 就是说你说谎嘛 就是说说谎啊 那么另外呢 环球啊 环球时报记者呢 就说日前美日外长防长 举行二加二会谈后 联合声明 表示双方持续关注 中国加紧核武库扩张啊 中方辱合评论啊 王文斌说 这个美日声明操弄话术 混淆视听 鼓吹渲染中国核威胁啊 坚决反对 提出严重交涉 已经提出严重交涉了 那么讲了 中国是五个核国家中啊 唯一做出一个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 这个承诺的国家 明确承诺无条件 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啊 威胁或者使用核武器的啊 那么 那么日本呢 你是无核国的缔约国 叫不扩散核武器 那你却一直享受美国的核保护啊 阻挠美国放弃 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啊 这就说美国美国反对阻挠啊 日本反对阻挠美国啊 放弃这个核武器 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啊 这是揭发日本的仇恶的面目啊 王文斌说啊 中方敦促美日 摒弃冷战思维 不要搞阵营对抗啊 看来这个事情啊 没有没有什么价值 没有什么价值啊 那么路透社记者啊 说据共同社报道 日方已向日韩两国部分外交 公务和紧急商务旅行者 发放了少数签证 中方是否如共同社报道那样 对相关签证做出了调整 似乎这个韩国不存在问题 因为韩国中方停发的是短期 哦 有问题 有问题 停发的是韩国的短期签证 停发日本的普通签证 而韩国停发的是在一月份 停发对中国的这个旅游签证啊 所以现在中方又给 日韩两国签发了部分的 外交公务和商务旅行 这就等于破了自己前面所说的承诺嘛 不是承诺啊 就是宣布的反制裁嘛 因为你不给韩国发放短期签证 短期签证肯定有旅游的签啊 有外交公务签啊 你不给日本发放那个普通签证 那更得有这些外交公务和商务旅行签啊 那么是不是你已经调整了签证呢 政策呢 这个政策变化也太快了吧 那么汪文斌说 中方始终认为各国防疫政策应当科学适度 不影响啊 不该影响正常的交流 不应该采取歧视做法 不应该借机啊 搞政治操弄啊 这等于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但是又表明了一次立场啊 说希望有关国家以科学态度 本着相互尊重精神 尽快取消针对中国的歧视性限制措施 那这个有关国家啊 就是对韩日啊 两国喊话 因为其他国家也有 但是中国没有反制裁 你没有反制裁 人家是不是也就没有在意啊 那么路透社记者呢 还是不得其门啊 穷追不舍啊 他又问 那么又问 当然是在别的问题回答之后啊 别人的记者问题回答之后 他又追问 他说中国是否在宣布暂停 对有关国家公民签发签证后 这就是中韩两国嘛 向外交公务和紧急商务旅行者 发放了少数签证 和王文斌说 我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中方立场 我再次重申啊 各国尽快取消 对中国的歧视性政策 所以 算是默认吧 算是默认吧 说同中方一道 为恢复正常人员交流交往 做出了努力 这句话啊 算是一个回应 就希望有关国家 你取消对中国的歧视性限制政策 同中方一道 为恢复正常人员交往 交流 做出努力啊 那么 央视啊 央视记者就问呢 说13号 拜登同岸田文雄在华盛顿 见面 并发表联合声明 称中国违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导致当前亚太地区 挑战上升 双方致力于加强美日同盟和对日防卫 并在东海台湾等问题上指责中国 发言人有此 有何回应 王斌说日美合谋 上演诋毁中国形象 干涉中国内政 打压中国发展的闹剧 既十分虚伪 也十分危险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以提出严正交涉 他这个没有说什么呢 没有说他对于日本和英国啊 这个互惠准入 互惠准入的这个条约呢 提出严重交涉的问题啊 这个是看样子是比较刻意的啊 比较刻意的啊 当然了他在这个这件事的回应啊 他说日本房屋预算连续11年 大幅增长还调整安保政策 突破啊 谋求军力突破 颠倒黑白 为军啊 整军 惊武找借口 甚至谋求将北约引入 印亚太地区啊 说日本呢 很危险啊 脱离战后和平轨道 重蹈 历史覆辙啊 那么对于美国呢 他也是 有一番啊 批判啊 就是指美国这个口是心非 从最后呢 督促美日 摒弃冷战思维 去除遏制打压中国的心魔 说美日有心魔 停止穷兵毒 霍乱世界的危险情境 好啊 今天的这个新闻呢 大致如此 我们简单的啊 在第三部分给大家 归拢归拢啊 做了一些介绍和竖评啊 再次呢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 转发 订阅 也感谢节目导播 谢谢各位 我们明天见 谢谢 谢谢您收看 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 明镜火拍摄